大家好,我是毛毛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巧克力叶麦大曲奇 8公分直径的曲奇里面加入了大量的叶麦片 越嚼越香 边缘稍稍松脆 里面呢揉软微嫩 美式曲奇的配方呢有很多 我也做过很多个 今天先分享一款好吃又好做的 而且只要你稍稍调整 松软绵密或者酥脆香浓的口感 愣你挑选 我们先来看一下做曲奇的原料有哪些 麦片 巧克力豆 中筋面粉 白砂糖 吃砂糖 红糖或者是黄糖 只要有颜色的糖都可以 小苏打 肉龟粉和一点盐 首先我们把粉类给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盐的话不能省略 因为它可以增加曲奇的口感 小苏打也不可以省略 它可以增加曲奇的蓬松感 肉龟粉呢没有的话可以不用或者用其他的粉类代替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备用 黄油室温软化 开始稍微给它搅打 我们用打带器的高速把黄油给它打散 稍作搅打 把黄油打到大概有稍稍的羽毛状的时候加入白砂糖 继续搅打 看不到白砂糖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加入吃砂糖 或者是黄糖红糖 采用两种糖是为了制造出不同层次的铁味 出力的砂糖可以增加曲奇的口感 因为等它烤好之后 这个出力的砂糖能来可以保持一定的颗粒感 这样的话你吃在嘴里会有一点点酥酥的感觉 可以增加整体的口感 砂糖加入之后 随着你的搅打 它摩擦深了 会把黄油的温度更加升高一点 这时候的黄油灭糊 看着已经是比较顺滑了 但是为了更好的跟后面的鸡蛋混合 我们需要把它的温度稍微再升高一到两度 这时候呢 看着比较顺滑了 但是我们要让它更加细腻 所以说我们要把温度从这个22度 大概升一到两度到24度左右 取一盆大概40度左右的热水 黄油灭糊坐在温水里面稍作搅打 让它的温度上升大概一到两度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跟后面的鸡蛋混合成 非常细腻顺滑的黄油灭糊 做美式曲奇 虽然说步骤非常简单 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点 就是黄油的灭糊一定要非常细腻顺滑 这样的话跟后面粉类拌完之后 它的面糊才会细腻 烤出来的取其口感才会松软 温水稍稍加热之后的黄油面糊 稍作搅打就非常细腻顺滑了 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加入一个大好的鸡蛋 带壳大概是62克左右 少一点多一点也没关系 然后加入香草精提升一下口味 继续用打带器用中低数给它搅打均匀 加入的鸡蛋一定要是湿温的 如果是冷藏鸡蛋的话 非常容易造成油水分离 稍作搅打灭糊会变非常的细腻顺滑 接下来我们往里面加入刚才掰好的粉类 用打带器的低数最低数给它搅拌均匀 开不到盖粉之后 把打带器调到最高数 甩掉打带头上的面糊 这时候最后的面糊一定要是非常细腻的 然后你就可以往里面加入自己喜欢吃的结果之类的 我今天做的是燕麦口味的 燕麦你可以用食品里面生的也可以用即时的燕麦都可以 生的燕麦的话它的嚼劲会更加明显一点 巧克力豆不要选择太大或者太小的 中等大小的形状正好 因为它烤完以后还可以保持巧克力一粒一粒的 然后吃到嘴里用嘴巴的热量把它融化掉 这样的话口感最佳 同时最好选择用大概66%以上的 要不然的话就太甜了 因为我们这里的曲奇的已经加了很多糖了 搅拌均匀的面糊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会儿 让它硬度变硬一点 然后再分割 或者是可以戴上一副手套 直接抓一坨出来 给它戳圆放在烤盘上 这个配方可以做8个大曲奇 放在烤盘上的时候 切记一定要 结局一定要足够大 曲奇的话 如果你想吃的口感比较软的话 就可以用185-190度烤8分钟左右 如果你想吃的是比较脆的口感 那你可以延长到烤11号12分钟左右 刚烤出来的曲奇 它不要就是它很软 你不要去冻它 一定要等它稍微凉了之后 才用这个曲奇仔给它踩到量网上给它晾凉 刚烤完之后千万不要去冻它 一动的话它就散掉了 这样我们的巧克力椰埋大曲奇就烤好了 咬上一口 真的是口感特别棒 包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取这种曲奇带 给它放在里面 然后分口一下 跟外面卖的就是一模一样的了 口感绝对比星巴克的一定要好吃 好了 那我们赶快趁有时间 做上几块 跟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吧 在夏天春天的时候 带上去公园野菜啊 都很不错的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记得给我留言 但是我相信只要你看了视频 然后注意一下里面提到的一些细节要点 肯定可以一次搞定的 那接下来呢 我也会分享一系列的美食大曲奇 很多曲奇真的是特别好吃 所以说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每周跟您更新各种烘焙美食 让你爱上烘焙 拥抱生活 拜拜 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